Lio聊世紀天野多個星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來看塔套對上Jordan的最決 這場比賽他們是選擇了印度斯坦跟瑪雅 這兩個文明也是在比賽中常常出現的文明 因為大部分總和來說 這兩個弱點並不太明顯 除了瑪雅本身沒有火槍系跟火炮的東西以外 基本上弱點來說不算太明顯 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地圖 這場遊戲也是紅牛盃比賽的地圖 Jordan跟塔套他們兩個是同戰隊的 都是GL戰隊的 他跟麥克也是同戰隊的 剛好這一次在世界大戰裡面 世界大戰 世界盃裡面 紅牛盃應該算是CD5的世界盃 剛好有遇到 就來看一下兩邊內戰會如何打吧 稍微加速一下 這場比賽是帝國戰爭模式 一開始就是封建時代 然後可以卡上去按下馬舊或射箭場 進行一個快攻 這邊塔套選擇肉馬開局 但是Jordan這邊是選擇雙軍營開局 突然是要來打赤猴柳 打赤猴柳的好處就是 前期肉不需要太多 可以多花點黃金 然後多灑點甜 以力迅速到這個城堡時代 但是封建時代的赤猴柳缺點 就是基本傷害比赤猴少一點 所以如果出赤猴柳出太少的話 出鷹赤猴出太少的話 可能會打不贏對方的一個肉馬 所以這個是打封建老鷹的話 需要注意的一個細節 這邊就能選擇老鷹出發 這邊很順暢 雖然有在按老鷹 但是這邊肉很多 但是Jordan 反而是更先上這個城堡時代 他更狠 這個肉馬只按一兩隻而已 然後就不按了 好像只按一隻而已 好偷喔 他這樣有點偷 但我喜歡 我就是這麼喜歡偷偷的人 越偷我越喜歡 好那這邊 我還看到兩隻乳牛 趕快把這個乳牛帶回去吃掉 好乳牛帶回家 那這邊能不能打到一個東西呢 看起來這邊都是赤猴跟鷹赤猴在探地圖 然後看有沒有在偷挖赤猴跟黃金 結果被Jordan抓到了 果然卡套在偷挖 看來都是重戰隊的人 對於他們的一個習性 算是有稍微了解一點 好那這邊用兩隻赤猴去打這個木槍 來拖這個村民 挖石頭時間 那印度斯坦這邊挖石頭的話 應該就是要趕快補下這個 城堡的意思 那也有可能是他剛剛這邊也靠買賣 賣掉石頭 然後去換黃金 然後來瞬間上到城堡時代 樹上城然後打馬功的大法 哇印度斯坦打馬功也算是有想法 那印度斯坦打馬功其實也是不弱的 好那這邊戳個幾下 鷹赤猴被風箏有點煩 趕快點下這個護衛技術 有護衛技術之後就可以跑比較快一點 OK這邊老鷹直接戳石兩隻馬功 很傷 但是這邊TC越開越多了 直接3TC開局 但是Jordan這邊也是3TC 家裡兩個 那王寧一個 算是這一個地圖的一個標準打法 直接開TC支撐開農 那值得注意的是 這場比賽的地圖 是有這種高地的地方 所以打馬功的話 只要秀得夠好的話 一直在這個高地上跟人家開戰的話 基本上是不會輸的 可以這個優勢越打越好 那之前的影片 我們的Jord Viper 就有示範打打馬功 在這張地圖 秀翻對手 直接用高達的一個暴力傷害 各走皆滅對手 所以這張圖其實對打法也是蠻弱勢的 但沒意外的話 他們應該是有互BAN這個打打 所以才沒有再出現這張圖 打打 在這張圖出現 這看起來是這個原因 不然這張圖其實大家真的是首選 因為這個高地實在是太方便了 氣範圍算蠻大的 好那這邊馬功依舊在秀 那這個鷹刺猴有分兩隊喔 這裡好一隊 我們再來看一下能不能秀 繼續秀 哇越秀越多越秀越多 還在秀還在秀 好那這邊老鷹被秀光了 但是老鷹還在出 那目前卡套的村民數數比較多喔 71村 那瑪雅 那這邊是稍微落後 大概12村左右 那這邊老鷹有殺老到一兩村還不錯 那這邊馬功一直出的話 那可能要想辦法一下 要怎麼解決這個馬功喔 雖然是直接應用這個鷹刺猴去 應該是鷹勇士喔 應該是嗎 不但是鷹勇士喔 好鷹勇士去打的話也是可以的喔 畢竟老鷹的遠防反應是比較高的 而且跑的也蠻快的 喔給不到 欸遠防有武 其實有武還不錯 好那兩邊的目標一樣 都是要趕快升到這個城堡 呃地王時代了 呃城堡趕快一插地王時代巨頭開始出來 開一插地王城堡 算是一個比較核心的重點 那我這邊減速一下 OK老鷹越出越多 來看看他經濟細節喔 經濟細節 目前印度斯坦家裡農田爆農一波 那印度斯坦在城堡時 他還有一個優勢喔 就是這個村民喔 非常非常便宜 便宜到爆炸那一點 所以印度斯坦本身沒有什麼太大的弱點 弱點就是操作者自己喔 就是個弱點 文明本身沒有什麼太明顯弱點 好那來看一下 這邊馬弓要怎麼解 要直接硬解了嗎 還是要退後呢 不退後 直接去殺村民 這裡不錯喔 這裡刺頭看一下 欸看到挖木頭村民 趕快馬弓拉到這邊 折一下這個村民 跟花黃金的 哇這邊還有洞啊 這邊刺團應該是有看到的喔 結果他被打這個有點尷尬 真尷尬 好那這個PC 每一萬應該是救不快了 再怎麼修可能還是有點困難 三台投石車砸的話 很難了 好結果印度斯坦這邊是出古拉姆 古拉姆現在血量只有55P喔 算偏少的 那這邊要硬拆的話 可能有點難拆 OK這邊統一統 全部殘血喔 好投石複砸 哎呀 砸掉一台 可以 好馬弓繼續過來騷擾 到處找地方打 但是這邊沒有 欸 這邊居然走進來開殺啦 哇這邊殺敵樹已經到十三村了 OK村民還在殺 這邊馬弓依舊在射 靈火一隻村民就等於一滴殺 OK再來一個 再來一隻 喔越殺越多村 這邊趕快蓋房子喔 好以防這個馬弓逃跑 直接把他維持在這裡 維殺 維殺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還是要犧牲一些村民喔 去扛那個箭矢傷害 哇這邊被殺了21村 就等著村民只剩下70村喔 差一村70村 那印度斯坦這邊 本來是有105村喔 整整超領先的35村喔 結果這個TC居然還被修回來啦 哇這台投車拯救世界啊 哇這個剛剛怎麼投的 剛剛是在忙著在回救的關係 然後偷打前面 然後把駝車全砸光了嗎 應該是這樣子喔 好那印度斯坦還在開TC 105村還不夠喔 我要蓋更多的村民喔 在外面再蓋個TC 那這個TC沒有城堡其實蠻危險的 所以還是要在前面喔 大概這個位置喔 再蓋個城堡比較好 不然是這個位置也可以喔 不然這個駝車還是可以輕鬆砸 但是兩邊都已經起死 快要到這個帝王時代了 就要來看一下 兩邊帝王時代知道怎麼打 好馬宮繼續在騷擾 但有老鷹在這邊擋著 應該不成什麼太大的問題啊 欸結果這邊撤退 這邊是要幹嘛 繼續來射這個黃金醋嗎 看起來是喔 黃金醋過來再射個幾發 這個幾發又撤退了 但是英勇士下面的數量還是蠻多的喔 其實英勇士一直有都在場 欸這關他展出了一些這個羽射手 羽射手也不錯喔 但是弓箭傷害相對來說 比這個奴兵少一點 但是遠防來說會多一點 所以對他馬宮的效果可能還不錯 因為馬宮本身的防律是很低的 但是攻擊力偏高 那羽射手的話可能會稍微 能抵擋一些箭矢傷害喔 好 那這邊點一下帝王時代之後 要怎麼打呢 好這邊馬宮進來 這邊直接包上防止蓋起來 但是塔塔選擇放這個小洞 但這個小洞 待會古阿姆拳死掉之後會滴掉嗎 欸滴掉了 滴掉之後趕快用英勇士 全部包起來打 包起來打 哇這一波打得還不錯 這邊塔塔有點稍微損失了 因為馬宮其實很貴的喔 這樣你在送馬宮 對印度斯坦來說有點傷喔 雖然印度斯坦喔 到這個 點下這個銀罐之後 就這個 大幹道這個能力喔 欸是大幹道嗎 沒忘記這個能力叫什麼名字 可以增加這個印度斯坦的 所有的黃金收入十何勝的效果 當然黃金可以算是 比較好採集喔 像這個遺跡也算是黃金收入 那看起來 印度斯坦這邊經濟來說還算可以 目前還過得去 這邊開始暴棄古拉姆 那古拉姆也是一個遠方很高的 一個步兵單位喔 跟老鷹一模一樣 但缺點喔 古拉姆的血量是比較少一點 只有五十五滴 那英勇士的話 是有六滴的喔 這個精銳的話 那到了這個瑪雅 點下這個黃金國之後 希拉還可以高達一百滴血喔 那印度斯坦這個古拉姆 一直出的話可能會越出越長 那還是要轉點印度的火槍喔 加上這個狙擊金罐喔 直接開射這個瑪雅 可能會比較有用一點 所以靠古拉姆還是有點太勉強 好 古拉姆 數量慢慢續的起來 馬弓只有幾隻四隻而已 OK 兩邊數量慢慢續的起來 但是下面的TC可能要被塞掉 沒有要打算死守下方了 那這邊如果不守的話 整個晃去送對手 我覺得不太好 所以瑪雅可能還是要找個機會喔 去把下面的礦區拿回來 畢竟上面這邊礦區挖完就沒有了 真的是什麼都沒了 所以還是要稍微思考一下 要怎麼打比較好 好 那這邊馬弓 欸不是馬弓 古拉姆過來這邊戳一下 看能不能戳到點東西 欸 這邊很難戳 喔 這邊圍得很快喔 這邊圍得很快喔 但是這裡有個血 趕快補一下 OK 時常補下去 好 補下去的話 應該會有什麼太大問題 還是正面 這邊已經開打了 大量的老鷹直接突襲 古拉姆守在高地 擊倒了非常多的老鷹 當然兩邊在進攻的關係喔 有點難看 兩邊有點想看下面 但是上面這邊也打得很精彩 古拉姆直接硬開巨頭 看起來這個城堡可以守得住 好 來看看下面 下面這邊有戳進去吧 這邊也沒有 這邊英勇士直接擋住了 哇 古拉姆送了蠻多隻的 喔 這一波打得真的是不錯喔 好 古拉姆直接往後拉 不能再往前啦 目前這個老鷹喔 傷害非常高 9加1 血量還是60D 哇 然後黃金國 在這時候已經點下了 黃金國點下之後 血量高達100D的這個英勇士喔 非常難藏 有人說 欸 應該不是有人說喔 天空球說 老鷹的強度喔 應該是瑪雅的最強 因為他的血量最多 因為血量多的話容易生存 生存容易的話 就不容易擊倒 不容易擊倒的話 自然就有輸出喔 大概是這個原理 好 英勇士要往前了嗎 好 往前往前 好 這邊黃金國好了 等二擊攻嗎 還是不等 直接硬上 好 硬上也是個選擇 好 直接硬打 哇 這邊英勇士直接往上貼 但是雙城堡傷害很高 但古拉姆一直在倒地 100滴血的英勇士 血量太多了 後面有一些火槍 還在射英勇士喔 火槍打英勇士的效果非常好 好 這個被射個幾槍 英勇士血就一直往下掉 他掉得非常快速喔 好 到這邊 繼續戳 繼續戳 戳到後面能不能 打到一些東西 在這邊堵住 完美 OK 上面也堵好了 下面也守住 火槍數量慢慢去一起來 回來的英勇士 直接被射到滿頭暴 100滴血量 對於火槍來說 還是輕而易舉 直接啟發 一發一支 非常猛 好 那印度火槍也是相當優勢的 呃 目前喔 這個射程 應該還沒有點下 欸 考已經點下了 7加2的射程 射程距離有9 這個射程真的是滿恐怖的 這個射程相當不容易喔 OK 好 那這邊 9射程的火槍 果然還是給的壓力很大 好 那這邊除了火槍之外 古拉姆也在慢慢出 好 出這個古拉姆當肉盾 那這邊喔 下面把這個礦區 慢慢佔據下來了 那瑪雅 究竟這邊也意識到 瓦子戰這個礦區 可能打不倒對手 對手出火槍的話 這邊又勢必要打出一番死蛋了 可能會拖很久 所以慢慢想辦法 把這個下面礦區給拿回來 但是下面這邊早就被 插滿了這個掃塔 那這邊卡套 第一時間把這個前面 挖金礦子村民 往後拉 然後再蓋個城堡 盡量把這個礦區的資源 都有這個城堡覆蓋住 但是上面這邊的主力部隊 還在往前進攻 瑪雅 就等這邊能守住上方的礦區嗎 上方礦區守不住的話 上方也守不住 可能就完蛋了 所以這邊要分散風險喔 趕快去蓋下面的礦區 欸有 這邊蓋一個城堡 快把這個下面搶起來 然後這邊城堡 可能會被拆掉 這邊是高地火炮 直接開拆喔 很痛 哇一發傷害有200滴 快300滴 喔好像300滴耶 哇這個傷害很高喔 火炮高打地的威力真的蠻猛的 那城堡看起來沒喔 說的意思 直接倒地剩40滴血 火炮 城堡雨落 上面礦區的話 其實也剩下這塊金礦而已喔 就算上面這塊金礦守不住 還是可以到下面 去挖這邊的黃金喔 還可以考慮一下 但要如何把這兩個城堡打倒 還是個問題喔 這個城堡也是蠻難解決的 城堡蓋好之後 就只能把自己挖房間的村民往後路啦 好這時候應徒3點下三級遠防了 那這樣火槍的防禦力 就可以升到最高了 火槍防禦直接變成0加5喔 進防又5防 那對這個英勇士來說也是蠻困擾的喔 英勇士的攻擊力只有9加4喔 13攻而已 那打了下火槍只有8滴喔 那大概戳了一下 840 就可以戳死一隻火槍兵喔 好 那是因為這邊瑪雅出這個羽射手 所以這個防禦力喔 主要是針對這個羽射手去點起來的 而不是針對這個英勇士喔 英勇士再怎麼戳還是戳得蠻痛的 OK 然後下面這邊直接英勇士 直接在城堡下面硬開彈 這邊早就被Jordan 或不是被淘汰這邊的城堡 加上這個城堡的效果 然後巨頭在裡面 直接保護護巨頭 然後直接硬開城堡 看起來Jordan應該不會傻乎乎的 讓自己的城堡直接送掉 應該會 待會如果這是守不住的話 會拉更多村民來修理台式 OK這邊有鑽進去了 鑽進去了兩隻老鷹 可以直接先拆村民 不是拆村民喔 先搭村民 好村民殺掉之後 欸怎麼走出來了 哎呀 喔唷 裡面原來不是英勇士啊 這個是古拉姆 古拉姆在裡面解決完單位之後 直接跑出來了 OK古拉姆繼續在殘 但是這邊巨頭可能守不住 掉了 但是塔塔這邊的巨頭還在 這個城堡還是要繼續修 不然我要出大事了 好上面這邊火槍居然被包起來 加上後面一些羽射手輸出 哇這波民勇士包得好 哇這邊太多地方在開戰了 不知道看哪邊比較好 好上下兩邊都打得不錯 但是下面巨還在拆 但是Jordan這時候沒有石頭了 修不了 這個城堡看來是要直接送掉 OK城堡送掉之後 要怎麼繼續打呢 好城堡掉了之後 去出一台巨頭 然後英勇士 英勇士還在出 女色手也在出 好上面還有留些老鷹喔 去足足這邊挖礦 但是這邊古拉姆綁手 還不錯 基本上這波的攻勢也稍微解掉了 好那老鷹依舊在這邊聚集著 哇雖然來到44隻老鷹喔 這個量越來越多了 好那印度斯坦這邊古拉姆還在爆 那目前古拉姆的攻擊力是10加4喔 哇攻擊力非常高 攻擊力14 那近防只有2 那近略古拉姆的遠防48喔 跟這個英勇士其實是一樣的 4加4一樣都是8喔 然後兩個都是跑龍派的步兵類型 但是古拉姆的血量是偏低的喔 只有55滴 之前還是65滴喔 欸 那古拉姆怎麼變65滴了 欸是改回來的是不是 可能有改版不好意思喔 這個資訊有點落後 這邊古拉姆居然是65滴喔 可能之前55滴被改的太弱喔 所以現在變成65滴了 更正一下更正一下 好 世紀帝國就是這樣子喔 很棒 有需要平衡的東西就去平衡 才不會一直搞的某一個文明太強或太弱 我覺得這個遊戲也是蠻神奇的 都已經過了這麼多年 居然還一直在更新 這是我覺得蠻喜歡世紀帝國的原因之一喔 就是不會太無聊 只永遠都有新花樣可以打 雖然看起來單位文明好像都看起來差不多 但是一些細節上的方面喔 是有些決定性的不同 所以這個遊戲才會如此有趣 兩邊都在農 城堡往後蓋 不敢蓋太前面喔 蓋太前面的話 可能又要被白拆了一個城堡 哇這個勞鷹事量是不是來到60幾隻喔 哇68隻 很多 但上面還有少量勞鷹在竹子這邊挖黃金 這邊要再重一鍋了嗎 古拉姆可能有點守不太住勞鷹的進攻了 下面這邊黃金挖完 只剩石頭而已直接撤退 並沒有直接上來硬挖這邊支援點 是竹子來挖礦而已喔 這邊火槍嘗試要往前頂 火槍能往前頂嗎 等一下 火炮開拆 擔心勇士虛勢帶發 數量已經來到70隻 70隻的勞鷹 哇有一隻直接上前直接被點掉 這邊直接一個善兵想要包圍 但是有射手往前 差點被火炮打掉 稍微躲下火炮的一個傷害 然後開始往前硬頂 火槍直接躲在巨頭的後面 哇大量勞鷹直接開底上去 直接包抄 好英勇士直接包到火槍的後面 側面還有英勇士 但是英勇士可能快要被打光了 火槍繼續在甩槍 甩到自己城堡後面 直接拋棄自己家古拉姆 勞鷹市場越來越多 後面還在補過來 巨頭沒有碰好 一直往前 好危險 我們要往後拉 但是這邊巨頭能拆到城堡嗎 血量剩下七百地 應該是可以 來不及 OK 好那火槍兵還有大約 二三隻數量還是蠻多的 那火槍繼續射的話 進入這邊還有機會的感覺 再甩一下 再甩一下 再甩再甩 好再往後拉一下 不行了 這個英勇士的血量太多了 但是這邊 羽射手死過 這邊只能先行撤退 巨頭可能也不能硬插 再硬插的話可能會全部送掉 好英勇士趕快補過來 這邊黃金也又要見敵了 黃金只剩下一百而已 儲存真的是不多 但是印度斯坦這邊黃金號三百多 布拉姆還一直按 火槍也在補 好 布拉姆直接過來硬戳 火槍數量 削二十五隻 布拉姆戳戳的速度很快 攻擊力十四啊 哇 這張得太高了 三下戳十一隻是不是 哇 四下了 要四下了 大家戳的速度也是蠻快的 好那這邊 喔唷 英勇士直接後面包操 再一次能包完嗎 大量的英勇士直接後面包操起來 這邊火槍直接用了一個閃陣 想要來分散一下被英勇士戳的面積 看起來好像效果還不錯 這個閃陣 讓Jordan打出了GG 火槍有點猛啊 哇 一直射一直爽欸 火鐘沒這麼會射 他怎麼這麼會射啊 好來看一下這邊經濟發展 經濟發展看起來是 瑪雅這邊是 就是史物稍微落後一點 那木頭跟黃金石頭全部都完善 那印度士塔還有這個 大幹道能力啊 就是黃金這個採集速度 增加10%的效果 整體而言兩邊的失誤並不太大 唯一只能說他有失誤的地方 就是這個輪手技術太晚點而已 那Jordan這邊是蠻早點的 但後面很快會補下這個手推出 所以這邊失誤時間也不算很長 經濟上的失誤是大概是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印度這邊 打的剛好一點是這個 前期的馬宮殺了 蠻到位的 殺到蠻多村民喔 所以在那段時間 拉開蠻大的一個經濟差距 要是那邊沒有殺到那麼多村的話 可能逆轉的就是Jordan了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 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